暴打永恩的阵容来了 最近是会被永恩砍麻了 一发技能顺秒三星永恩 最强四费运营阵容 其实主要是因为其他四费太差了 你们想想 现在还有哪个四费能C的 这个最强也是靠同行衬托 阵容组成这样的 主C卡莎搭配西威尔 低魔 霞 组成四讯杰射手 再搭配瑞文 剑魔 塞拉斯 加里奥 组成四斗士 天使就能选择红色加攻速 霞没来之前可以先用巴德打攻 9级上乌地尔开塞末之影 装备方面主C卡莎最佳三件套是无尽 红buff和轻语 做不出来的话也可以选择青龙刀 杀能剑或者破号 副C霞 消耗剩余的物理装备 推荐削 巨杀 无尽 杀能剑等 这里有一个细节点 一星霞和两星霞的技能数值基本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高射的体系里面 来一张一星霞直接可以当两星用 强度会质别 主坦加里奥推荐 反甲必备 剩下两件最好是坚定之心和狂毒 富坦塞拉斯推荐银血探痰免卫等半楼装 顺便还能补不少伤害 Demo消耗剩余的法系装备 如果没有红buff的话 鬼叔这种全体挂中伤的优先 两星Demo有法强装的情况下也能打不少的伤害 而且有不少阵龙前排聚落的时候 需要Demo来帮我们点掉后排 站位上是这样的 这里有两个小细节 D卡莎和霞要站在卡尔旁边 是15%的攻速加成 西沃尔可以放第三排的角落 注意啊 西沃尔是零格加攻速 不是左右两格 所以这样放 我们的主C卡莎就可以把 天使和西沃尔的攻速都吃满 同时站位还很安全 乌迪尔站在边角 有概率直接冲到对手后排 而打永恩的话呢 需要把Demo拉到卡莎前面 卡住位置 不让永恩第一时间冲到卡莎面前 这样卡莎和射手的一轮骑射 就能点掉永恩 推荐强化符文有这些 骑御方面呢 因为是一套运营阵容 所以给定技和装备的骑御 前期能打连胜就很适合这个阵容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容 该怎么运营 才能稳定吃到满分呢 这套阵容的适用条件是这样的 阿北会在开局拿到幸运弹射 这个顶级海克斯 或者二阶段走出连胜 并且装备偏向物理系的时候 考虑完这套阵 如果你符合前置条件 那么打开一途流 先想好要硬完一把 2-1拉4 2-5拉5 用三减纸搭配迅捷射手过渡 是最好的 前期不要去追求卡莎的神装 有什么做什么 先保证自己的血量和连胜 是更为重要的 3-2拉6补充鸡半部地牌 3-5或者4-1拉7冷口 只要拉完冷口有40以上的经济 就可以直接拉 去优先嫖4费的椅子 4-2拉8 大递找一张侠和两星卡莎加里奥再拉4 以及其余低费体系牌的两星 如果血量高 那么递出这三张中的另一个两星 就可以存钱上9了 还是那句话 S11的五费卡都超模 你真想要吃鸡 一定得上9挂五费卡 提升上限 血量偏低 可以递出两个两星四费之后 再考虑上9 上9以后 大递找两星印象和五叠 完成最终的配置即可 成型以后的斗射卡莎 两个技能直接清空对手后排 在其他四费卡比较缠络的时候 不算95的话 卡莎可以说是最强运营阵笼 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上分阵笼 不要忘记关注阿伯